屬羊的朋友來到豬年算是不錯的 因為羊和豬是好朋友 當你和太歲是好朋友 做事當然是開心點 順利點 不過今年吉星不算多 只有華蓋星 華蓋是一個藝術才華的星 這個星其實是代表皇帝出巡時的天蓋 一個很漂亮的傘 大家都欣賞你的才華 但這個星是代表著 孤方思想 獨行獨斷 是不利桃花的 即是在今年的桃花運裏 有些原地踏步 本來拍拖的仍然維持到關係 如果未有對象的 今年仍然是搞為孤單 不過華蓋這個星 對事業運或創作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來本身做的事 譬如是廣告的創作 寫劇本或是寫作的朋友 今年是靈感不絕 要小心 今年就是白虎星 白虎是很惡的女人 今年屬陽的男生 遇到的女生 可能性格上是比較固執 和強一點 如果你說你喜歡獨立一點的女生 都可以開展這段感情 在今年整體上來說 其實已經是好過犯太歲的時間 九年了 開心了少少的